欢迎时间,安迪沃霍尔的金宝汤罐头 一提到安迪沃霍尔,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玛丽莲梦露和金宝汤罐头 一副代表的是魅力的巅峰,另一副展现的却是美国最普通的年价食品 面前这个金宝汤罐头也是美国的一个文化符号 被大量的复制和消费成为了波普艺术的象征 这个作品创作于1962年,现在保存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惠宁是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的临时展览上看到了它 它也被誉为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追衣 不断重复所体现出的单调、无聊 传达出商业消费时代的迷茫和空虚 那下一集我们会再介绍在这一次展览当中 所展出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另外一件正宫之宝 杜上的自行车轮 欢迎时间,法国巴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